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到以上 听到 声闻云觉菩萨佛 善业所感 真是善因善果 人道一向 人 修罗 莫归 畜生 地狱 不善业所感 是这么个道理 不是人造的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 了解四世真相 无论在这身当中 我们遇的缘是善是悟 我们处的净是顺是逆 都不怨天不由人 明白了 明白人是佛菩萨 只有一个感恩之心 只有一个真诚慈悲之心 面对一切大众啊 真正体会到善报四重恩啊 一切众生都有恩于我 我们如何报答呢 如佛所教 亦教修行 这就是报答 你是真正保恩者 修善才 看到所有一切人都是佛菩萨 都是我的老师 他善行善行 我们要跟他修 看到之后 想想过有没有 有 很好 要保持下去 有没有呢 没有跟他跟他修习 看那些错误的 那个是菩萨实现的 造这些无议 你知道了 那是错误的 你回头想想有没有 有 赶紧改过 改过自己 没有 很好 不要犯他了故事 他是在表演给我们看的啊 所以 你那个清净平等的恭敬心呢 生起来了 这是什么 这是真心啊 世间人有没有坏人 一个坏人都没有 为什么 老祖宗说过 人之粗 性本身 你从他本性上去看 都是善人 在佛法里面讲 你从他本性上去看 华阴经上讲了很多遍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你从这里去看啊 他是佛啊 他故意装的这个样子啊 在舞台上表演 表演一个丑琼啊 他那个表演用意很深啊 问题是 你会不会看啊 你可别看错了 他是大慈大悲眼 在视线里的帮助你 帮助你求 帮助你回头 帮助你提升 所以 一切众生都有恩与无 你看我们回想起 上报四重恩 下记三痛苦 这个众生恩 众生恩呢 地狱众生对我们都有恩呢 我们看到他那个视线的时候 不敢做坏事 没有他那种视线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 以为做坏事没有关系 瞬间 善愿 在这里面说什么呢 说 不生贪念 用金刚音上一句话 帮助我们关照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眼 直到万法皆空 了不可得 你看 不管什么环境 都能够帮助你 成就你 清净平等去 你能不感恩吗 你能不报恩吗 知道感恩 你就知道报恩 用什么东西来报恩呢 提升自己境界报恩 在境界里面如如不动 是对 寥寥分明 是会 用自己的界定会来报恩 设法界一正壮严 无论是瞬间逆境 无论是善愿 卧云 无疑不是修行人的真善愿 真正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四世真相 就与我们这些年来 倡导的 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 感什么人的恩呢 感设法界一正壮严之恩啊 不但是一切善人无人 我们感恩 对善和大地 一切都无知无矿 无有业法不感恩 为什么呢 一切助法成就自己的道业 把自己对人物的怨恨 对环境的怨恨 对于学习过程当中种种的怨恨 消除得干干净净 新的解脱了 我们怎么能不感恩呢 知人恩报恩啊 佛告诉我们 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体 我们要从这里建立宇宙人生观 一切众生 确确实实是自己的过去父母未来祝福 要把佛的教会落实 落实我们确确实实是这个概念 我们孝顺父母 孝顺祝福 孝顺一切众生 你一生生活在感恩之中 我们天天回想 上报四重恩 要落实 一切众生多于我们 我们尽心尽力 牺牲奉心 服务社会 服务众生 这是具体报恩 报恩不是说说就算了 要做到 真正耐乎一切众生 时时刻刻关怀一切众生 尽心尽力 帮助一切众生 这个报恩是平等的 佛法成为大慈大悲 是平等的 不是特别对待某一个人的 平等的慈悲 一切真实 祝福菩萨这样的用心 我们应当要学 我们应当要学习 我们要常常存感恩之心 感恩佛菩萨 感恩古身已先行 感恩祖宗 感恩一切众生 每一个众生都是成就过的 都是我们自己的恩人 我们自己在这一生当中求了 明白了 要做一个真正报恩者 真正报恩就是一教奉行 经书不能不读 教理不能不明 戒行不能不遵守 这真正报恩者 祝福菩萨教化众生 那种耐心我们要学习 永远不舍其众生 就是永远不舍其菩萨心 永远不舍其报恩的这个念头 报恩的这个行为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 就是为干这一桩事情来着 佛教导我们 读诵受持为人言说 读诵是向佛菩萨求教啊 每一天展开精进 就是向佛菩萨求法了 听到佛菩萨的开始要受持 要戒其意 要认真的去修行 这戒其意之后 修行就是今天将来落实 你理解了 理解之后一定要落实在自己生活行为上 那就是为人耶稣 常常想念报恩 念佛成功度 往生进度 是念圆满的报恩 为什么呢 生到基督世界 就等于这佛 众生无论在哪一道 你有能力 有智慧 有神通 帮助他们 这叫正报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